YO!又是BOOCHIKA BOOCHIKA 大家聽不懂是BOOCHIKA BOOCHIKA 這個不是BITBOX 這個是BOOCHIKA BOOCHIKA 超快版 變成BITBOX BOOCH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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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像呢? 那今集我們是玩這隻RPG遊戲 是恐怖RPG遊戲 叫什麼名字呢? 叫做魚叔公車站 沒錯 這隻遊戲是月之側面的作者 我們是日本名字 這個故事說這個千歲的女生 在公車站的海後 海後 我們開始吧 月之側面 作品純屬虛構 但說得很認真 本作品純屬虛構 跟真實的人物 沒有什麼關係的 我上課了 這畫面很漂亮 學生A說 你有沒有聽說過 在學校後面山道的公車站 哦 我知道 我知道 就是那個 關於最近別的學校的學生 突然間失蹤的事 沒錯 沒錯 聽說 她是在公車站搭上公車之後 就沒有再回來了 對了 真是奇怪 因為 那個公車站 已經二十多年前 已經停止了 啊 我媽也是這樣說的 好像是因為沒有客人 所以就停止運作了 嗯 那個公車站的名字 的確是 魚叔公車站 哦 就是這遊戲的主題 咦 我正在走 喂 哈哈 一開始那條直路上面走 還要頂著人 哈哈 我不走啊 你吹嗎 你吹嗎 打我一笨 吹嗎 我左階 算了 直走 是不是 OK 看來我是不是在學校 我這個女生 對了 我叫千歲 是嗎 不要裝死了 我要走低一 欺凌的小孩 快跟我站起來 不要這樣 嘩 她哭了 好醜 我沒有對你做過什麼 為什麼她對我這樣 鼓勵同學 今天我上學的時候 不小心踩到你的鞋 對不對 那時候我打從心底 覺得做錯事 所以向你道歉 但你無視我 你一直錯所可憐地抹鞋 我真的打從心底向你道歉 但你無視我 你知道我受了多少傷 才不是 我都不是無視你 而且這雙鞋 是媽媽剛剛賣給我很重要的鞋 所以我不是有意的 原諒我 嘩 真是令人不肯震 都已經是割終身了 還要媽媽買鞋給你 很噁心 這樣的鞋 嘩 我的鞋 那麼重要的話 就過去收拾吧 那我們回家吧 拜拜 你這雙粉腸 你丟了我的鞋 哼 你這雙灰鞋的粉腸 你是不會欣賞鞋的美麗的了 怎樣拿呢 伸手再去 伸手吧 好努力點 看看我的 啊 不意外呢 咦?是不是多點水啊 怎麼了 我現在去哪裡 雖然撿回鞋 但全身都濕透了 濕頭皮 不過 等雙鞋乾了之後 就可以再穿的了 可以再穿這雙鞋 實在太好了 雖然每天都被人欺負很難受 但是 只要努力忍耐的話 還有一天 因為每一晚都會夢到的 和重要的朋友一起玩的樣子 什麼什麼 剛剛好像一瞬間看到 笑聲 剛剛可以聽到女生的聲 喂 這個地方很可愛很美麗 OK 不要突然搞這麼不爽眼的東西 是那邊傳過來的 可能有人在意 去看看吧 Holy crap 這個錦炭號 是什麼來的 可以再存檔的 喔 水壺也可以 OK 被人追進了 好 我們先測試 我們看看 究竟是什麼呢 為什麼會有笑聲呢 Hello 啊 有人在 那個人透明啊 他不見了 什麼事啊 幾天之後 千歲慘不忍耐的屍體被人發現了 Game over 喂 什麼事啊 故事教訓我們 要小心點過馬樓 要不然就會 啊 啊 OK 哼 我不會理你 我馬上走 我不理你 咦 這是一個 什麼人啊 Hello 欺凌小孩 C 哎呀 鼓尼同學 為什麼你還在呢 嗯嗯 啊 鼓尼同學 想我原諒你今早上的事 嗯 過了前面的下水道 後面就是墳墓 你過去偷個木牌回來 那我就原諒你 怎樣 偷不偷好呢 喂 我覺得我不可以做這種事 你 你是只插在墳墓的 那些木牌 你真是傻的 嘩那些 嘩那些 那些東西偷不是吧 偷個神珠牌做什麼 你很需要啊 你這樣做 會租天獻的 我不可以這樣做的 是嗎 是嗎 我不介意啊 只是 明天找更多人來欺負你 啊 好久啊 你 咦 有倍音固 有沒有一些可以用的軟 那些木板 哈哈哈 是不是去砍你 我想敲你那塊木板 啊鼓尼同學 你為什麼還在呢 欸 喔 喔 ok 看來我一定要偷吧 ok 不是也要偷的 ok 有沒有這邊 下水道 嘩 我真的大膽 我就是一個千歲的孩子 我值得活到一千歲 橋 喔橋斷了 我木板也是這樣用的 那就好 散去了我走的時間 這個地方很安靜 有些地方閃閃閃閃是甚麼呢 這個是... 心之碎片 What is that? What is 心之碎片? 即是有人的心 掉了碎出來 是木桶,裡面有水 好奇嗎 裡面可以做甚麼 這個是... 這個是... 又是心之碎片 心之碎片有甚麼用 看看 確認物品,心之碎片 我要儲齊十二個 十二個做甚麼 換公仔,換印花 木桶,裡面有水 哪裡有木牌,是不是這裡 借我,用一下 我偷了木牌 這個地方突然暗了 天... 這麼快就變黑了 好害怕,還是快點給他木牌 我們走吧 Let's go man 這個時候我多害怕 甚麼聲音 是否我的錯覺 我剛剛可以聽到男生的聲音 沒事的,只是錯覺 唉... 啊!後面是甚麼? 是誰啊? 那個人,沒有頭的 怎麼辦,你過來吧 啊! 欸?怎麼了 我以為死了 Kiki,奇怪了 這裡是... 喔...喔...喔... 你跑啊... 兩天之後 千歲才會引到的屎體被發現 我們死了 OK 再來 這次會不會被他這麼容易捉到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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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 我知道那些沒頭的男人會出來 救命啊 Let's go man It's coming It's coming The headless man is coming 他跟我一樣跑得這麼快 神經病 我懷疑他沒有頭所以跑得這麼快 救命啊 那是欺凌的男人 這個是什麼 古理同學 我只是叫你帶木牌回來 你帶什麼回來 快跑 快跑 他殺了那傢伙 不要過來 他跑了 消失了 Muffin突然在我喊 嚇死我 到底是什麼事 剛剛沒有頭的人 總之先報警吧 我們先回家吧 看一看 看一看 有個屍體不見了 哈哈哈哈 掉了 哈哈哈哈 終於沒有人欺凌我了 耶 我先回家 剛剛發現有些東西還沒拿 應該是剛才save的時候還沒拿回 OK 拿了兩個心智碎片 OK 魚 什麼 屎 停 洗 啊 文字摸下了 看不到 好 好啦你走了 我們還是要報警了 走啦 Let's go back Let's go back Let's go back before too late before the man is coming again 好啦 我們先死一死 行了行了行了 怎樣報警啊 喂 去哪裏報警啊 哈哈 我不知道哪裏報警啊 現在 去哪裏報警啊 去哪裏報警啊 又是心智碎片 OK 玩一下玩一下 沙都會有心智碎片的 厲害 還有沒有 我想玩一下還有沒有心智碎片 咦 先看一下這個時鐘 壞了啊 一直停留在同一個位置 停留在5點了 我想說 但已經 已經昏暗了 我都已經這個年紀了 不會再玩千秋的了 啊 我們怎樣去報警呢 這是一個好問題 我不是要過馬路呢 現在要下燈 下燈 下燈 即是能不能過呢 我很害怕 Hello 咦 過得了 這次又沒事了 好了 去哪裏呢 去這邊 不是這邊 給我明確的支持 我行不行 對了 在這邊 咦 有個女生在這裏 哎呀正在下雨 要快點回家才行 你不是要報警嗎 Hello 你是哪裏啊 嗯 你一直在這裏啊 是啊 那 你剛剛有沒有看到公車 對面公車站發生的事啊 嗯 居然能夠逃離那傢伙 但是 他馬上就過來殺你了 蛤 你是說 剛剛那個母頭的男人 難道你知道什麼來的 喂 你告訴我吧 他是 什麼來的 嗯 對不起 我先走了 拜拜 蛤 時間夠 時間是指 蛤 時間到 要上車 大家車在哪裏 只有車燈 沒有車 雨宿 雨宿 下車的時候 請注意不要留下 蛤 蛤 什麼來的啊 有些什麼來了啊 好神奇啊 好打意啊 哈哈 讓開 我要上車 喂 等一等啊 究竟發生什麼事啊 就這樣 拜拜 你怎麼了 哈哈哈哈 他就走出馬路 哈哈哈 你 你放開我啊 突然走出馬路 很危險啊 是啊 啊 空車 走了 空車 這個車站 很久以前 有沒有空車運行的啊 啊 這個名字是 蛤 我 我叫千歲 古里千歲 好像在搞笑 古里千歲 千歲 多大啊 蛤 你是指年齡啊 十四 十四歲 咦 十四歲 跟我一樣啊 蛤 千歲 今晚就讓我去你家睡啊 蛤 為什麼啊 因為你啊 我錯過剛剛的公車 呃 我知道了 我還有很多問題想問你 是嗎 那 帶我去你家呢 啊 突然多了一個 不明的少女 要去我家 我明明很興奮 哈哈哈哈 OK 大家都是女生 不要想壞事 咦 咦 怎麼了啊 突然停了 有什麼在這裡嗎 啊 有隻黑貓 貓 貓嘴 喔 好可愛的貓嘴 貓 你不想見到我 我就突然說話了 魔術一秒間 千萬不要去砍 放 放 啊 貓走了 黑貓 不吉祥啊 不要說這麼可怕的事了 哈哈 我覺得他才不吉祥 OK 他搭一個 鬼公車 我相信那個人一定是 不是好人 咦 一定是靈魂 咦 我回家了 咦 進來呢 打擾了 說起來我也不知道這個名字是什麼 呃 靈聲鳴起的 靈 烏和小小的 狗 小小的狗 OK 狗 靈 靈命小狗 哈哈哈哈 那個絕對不是粗口來的 我的靈命小狗 小狗 哈哈哈 是嗎 你就叫小狗 哈哈哈 好可愛的名字 你知道這個名字是廣東話 真的挺好笑的 你的朋友叫小 那你就永遠說 你都想起 哈哈哈 嘩 好像剛剛走路而停電 啊 總之 留在這裡什麼都做不到的了 去客廳吧 啊 當然是我笑他的名字 當然我現在做天然 啊 好啦 我們去客廳 咦 上了鎖 咦 上了鎖呢 但我還帶著木牌 我想說我哪有給他木牌 好嗎 我不想搞那麼多 啊 阿媽 阿媽 阿媽在哪裡啊 阿媽 我回來了 你在哪裡啊 啊 真的奇怪 他在哪裡呢 咦 什麼來的呢 有什麼東西可以用的呢 一個水壺 蛤 水壺 是不是可以保存的 水壺 對 水壺可以馬上保存的 是不是呢 看看 HOLY CRAP 原來水壺用一次的 我浪費了個保存的機會 不要緊 現在可以保存的 這個電話前幾天就壞了 不可以再用了 電視機 可以看電視算了吧 哈哈 不是啊 停了電 停了電看什麼電視 我不是傻了 晚上看著鏡子 會覺得很恐怖呢 為什麼 啊 啊 啊 哈哈哈哈 嚇死我了 等一下再撿了 我大哥 為什麼不突然鏡子會爆啊 我正想說 晚上媽媽為什麼放鏡子在走廊上 是不是傻的啊 這家人 看個鐘 啊 啊 小時候 對鐘聲的聲音 真的很敏感啊 晚上啊 千萬不要忘記關窗點啊 應該是媽媽寫的吧 啊不是爺爺 爺爺的遺言 到底為什麼是這個呢 因為這個遺言 媽媽和阿姨還在討論這個 關於遺產的事 就是 不可思議的爺爺 啊啊啊 但是爺爺總是擔心我 關心我 是一個溫柔的爺爺 所以呢 雖然他去了天國 但我總是覺得 他一直都守護著我的 是嗎 如果是就好了 我什麼 你什麼意思啊 爺爺一直都很重視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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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幅畫 到底是誰畫的呢 山水畫 傳來很多人的氣色 蛤 就是什麼意思呢 嚇死我 他跳我又跳 好像剛剛 那個隔 那個隔眼中傳來的聲音 蛤 am I going to open this no I want to quick man no 好了我們開了 Hello 是不是可以開的 阿齊 還是這裡 不是啊 沒事啊 突然嚇一條 傻的 他突然嚇自己 傻的 千歲 真的 走了 快點去看看有沒有方法可以開一些電燈 Hello 雪櫃有沒有東西啊 我肚餓 你肚不肚餓 嗯不餓啊 小狗啊 雖然我肚子只有魚肉腸 魚肉腸 是什麼 蛤 你不是不知道嗎 是魚肉再加工的食物 我不喜歡吃魚的 不可以這樣說的 魚對身體好好的 你鎖了 想我鎖了 那算吧 OK 那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沒錯如果大家喜歡看這種系列的話 記得按讚 訂閱 我覺得就有點恐怖了 不過我會繼續玩的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告訴我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 掰掰 掰掰